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这个期间 街道马路上挂的横幅标语很有意思 都是为了宣传疫情防控的知识 在高电社区的各个街道 还有主干道的路口啊 就悬挂着不少横幅 而且呢这些横幅上的宣传标语 被网友称为是硬核口号 来我们看一看 有网友向我们爆料呢 说在电钱街道的高电社区啊 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这种防控疫情的宣传标语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扫街看一看 在再上射路口 四条红色横幅非常醒目 除了眼瞼意该提醒群众 要勤洗手戴口罩外 标语还点出疫情防控期间 请群众尽量待在家里 外出串门参加聚会 可能会存在相互感染病毒的危险 摄像大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比较喜欢哪一句标语呢 肯定是这句啊 因为实在是太搞笑了 很容易记 其实我觉得这些标语 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但是关键的是 它宣传防控疫情的这个要点呢 希望大家都能记住 我们继续在再上射寻找宣传横幅 社区居民告诉我们 再上射里到处都有这样的红色宣传横幅 果然在另一个路口 我们又找到一句 劝诫大家不要参与群体性活动的标语 接下来我们继继续扫典 在长虹路与店前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 又有几条辉谐幽默的宣传标语 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样通俗易懂的宣传警示语 也受到群众的欢迎 这个标语就是都是为了 让大家不要互相窜门 那个都是为了我们这次疫情而准备的 因为都是一些闽南的 大家都看了都看起来 心情也那个反正就是 看了都比较容易理解这样子 心情舒服还轻松这样子 又醒目又直接的告诉居民说 有这个疫情 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 在家里不要出门 那我们就在从这个各种 包括那杂志南河的话 包括的发动我们这个村民干部 来想一些让老百姓 能过目不望的这种标语 应该这样讲 这个整个老百姓都非常配合 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 记者谢松明 黄超报道